从超卖到超卖,阿里巴巴只花了10天功夫,从爆出11分6拆分上时候,挂机持续大涨,巴菲特根据他60年的专业股指方法给出股价最新股指,至少130美元,看完案例这场蓄谋已久的变革,马斯克都信了,看完一个阿里的老员工的感受,我也信了,你呢?赶紧订阅频道来看细节吧! 纽约31日训,只花了10天功夫,阿里巴巴的股票就从无人温金变成了炙手可热,这家中国互联网巨头设立六大业务集团的计划,迄今已推动其市值增加了470亿美元,约2068亿了,一项关键技术指标开始闪现卖出信号,然而就在一周多之前,该指标还处在超卖区,阿里巴巴的14天相对强弱指标已经升于70,这通常是涨势过头的信号。 阿里物流子公司开始准备香港上市的消息传出后,阿里巴巴周四在美国股价续升,本周以来涨月20%,两种不同估值方法来看阿里巴巴拆分的价值,不拆分的情况。 大公司由于业务繁杂,往往在估值时考虑公司整体的指标,常见的如利润,市盈率,EB,EBITDA,收入,市销率,EB,Sales,现金流,P,FCF,DCF总需现金流折线,好处是直观,简便,可以横向对比。 劣势就是难以将每项业务估值潜力发挥最大,对阿里巴巴来说,最新的动态市盈率为15倍。 但上市以来的平均动态市盈率是44.2倍,即便2021年7月以来,平均也有17.2倍,可以说目前的估值是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的,即低估Undervalued。 如果以2024年预期每股利润60.5元市场一致预期来算,即2024年估值因为每股154美元,以18%的折线率到2023年即为130.6美元每股。 拆分的情况,拆分之后,各个业务部门都是独立的部分,因此需要单独拿来估值,采用的估值方法就是分布加总Some of the Part,也经常有分析师拿来使用。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浪费隐藏的价值。阿里巴巴宣布构建的一家六家案的组织结构,在集团之下,设立阿里云智能、淘宝天猫商业、本地生活、国际数字商业、菜鸟、大文鱼等六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意味着这六大业务都要单独估值。 一,淘宝天猫是核心,也是国内的电商业务,因为行业较为成熟,利润率稳定在30%出头单独业务模块的利润大于全公司的利润,只因其他业务亏损,因此仍然适合拿利润倍数或者现金流折线来估值。 2023年预期调整后的利润Abitur为1794亿元,保守值,我们按保守的算,给予该部分以2021年以来公司平均是盈率17.24倍的话,该部分的估值因为30,936万亿元。 二 国际数字商业海外也是电商及相关衍生业务 但由于持续亏损 目前还不能以利润或者现金流的方式估值 不过参考其他海外的电商平台 包括C刚刚盈利和Mally 不少仍是亏损 因此用收入倍数更为合适 由于公司也是自营和三方结合 平均一下三方平台和自营平台的平均数 给予EBPS以2023年收入预期666亿元来算 这部分的估值就是666亿元 三 阿里云业务 本身是个高成长的业务 不过在2021年以后也陷入了增长停滞 并且不断通过降本增效来提高利润率 有望在今年实现盈亏平衡 市场曾经给云服务公司以相当高的估值倍数 甚至达到过三位数的是销率 不过目前行业平均水平的是销率为8.8倍 考虑到阿里云业务难以拓展国外 我们在保守的打个对折 4.4倍的是销率 2023年市场预期云业务的收入达到790亿元 及该部分的业务估值为3480亿元 四 本地生活业务是一块成长性较高 但亏损较大的业务 其实阿里的本地生活包括的业务种类也相应较多 因此对其估值也相对笼统 适合以收入倍数来估值 国内同类的公司上市大多是销率一倍左右 以2023年业绩预期487亿元收入来算 一倍的是销率便是487亿元估值 5.大维于业务 也是流血较大的业务 目前优酷的长媒体市场 也是弱于腾讯视频和爱奇艺 甚至还有被短视频挤兑的风险 业务目前还未盈利 并且盈利预期未知 其实是较为风险的一块 目前行业平均的是销率1.9倍 但是主要是奈飞等龙头公司带来的 除去巨头之外的平均是销率为1.4倍 与爱奇艺的水平接近 以2023年预期的315亿元来算 以1.4倍是销率 估值就是440次亿元 貌似这款业务不太吉利 6.菜鸟作为物流业务 理应与物流公司的利润率 保持在相同水平 目前国内物流公司的利润率 参差不齐 除了业务规模不同 影响边际利润率外 对收入确认的规则不同 比如中通的利润率近20% 而顺丰在4%左右 京东物流最新盈利不到1% 预期到2025年盈利之后 也在不到1%的水平 市场预期 菜鸟物流将在2024年实现盈利 也有可能更早 预期2025年的利润率 达到接近2%的水平 即14亿元的水平 用较为保守的方式 给行业平均的25倍市盈率 即360亿元的市值 以11%的折现率 至2023年 即293亿元 汇总起来 阿里的估值应该为5277亿美元 即美股203美元 这与之前单独计算的130.6美元 差距是真不少 你们认为拆分有没有价值 阿里业务一拆六 与其说是突发 不如说是一场筹备已久的突然变革 这个变革会让阿里马云 重回中国首富吗 阿里本周可谓赚尽了眼球 先是周一 马云回国被广大吃瓜群众热议 然后周二 阿里发布了最新的组织架构巨变 两件事相隔如此之近 可见马云回国 也有为这次号称 阿里24年来最大变革站台的意思 这次大变革虽然突然 但也不是没有端倪 阿里在2021年底 就进行过一次业务板块的拆分 四位大总裁 分管中国数字商业 海外数字商业 云业务和本地生活 而自从21年Q4开始 阿里的财报在此基础上 更是进一步将菜鸟和大文鱼单独劣势 六大板块早已雏形已现 相比21年底的调整 这次更加的彻底 之前大总裁虽有自主权 但仍需要向集团CEO汇报 如今六大业务都增设董事会 CEO直接向董事会汇报 可以说 已经完全独立自主 市场对此反馈相当积极 普遍认为 这次拆分可以充分释放云 菜鸟等超新业务的估值 周二阿里美股 直接大涨超过14% 下面就通过各业务板块 在阿里 2023财年 2022年4月 到2023年3月 已经过去的三个季度的表现 来讨论下他们 各自独立后的前景如何 中国数字商业 2022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近40万亿 原人民币 夏同 同比增长0.5% 网上零售总额近14万亿 同比增长4% 而2022年全平台GMB超过8万亿的阿里 已经占到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 超过了网上零售总额的一半 早已与国同修 在消费大盘不振 四周强敌环市拼斗快电商业务高速发展 连查理 芒格都不得不喊一句 A goddamn retailer的情况下 阿里的中国商业在2023财年 前9个月中实现营收4467亿 同比下降1% 经调整 Ebitda为1464亿 同比下降3% 虽然是营收和利润双降的局面 但仍然是台长大的赚钱机器 考虑到中国商业作为集团唯一的大奶妈 烙扬活其他所有业务 今后另外5大业务 若真能自力更生了 那母体更多资源将用于自身治理 发展和应对竞争 对于平台的消费者 商家和股东三者来说 都是好事 云和菜鸟 这两个板块应该是最有底气独立的 也值得更好地被估值 自2020年Q4开始 阿里云已经连续8个季度实现盈利 而菜鸟也在2022年Q3首次实现单季度盈利 应该说他们快速自力更生都没有问题 但两者在2022年的表现还是有很大反差 阿里云在2022财年前9个月中实现营收586亿 同比增长仅5% 而2022年Q4季度增长更只有3% 作为一直被寄予厚望的阿里第二曲线业务 这一年的表现着实拉垮 也加大了市场对阿里成长性的怀疑 如今拿掉原先的大总裁 且拆分之后 由集团一号为直管的云业务 是否能重回快速增长轨道 值得期待 菜鸟在2022财年前9个月中实现营收421亿 同比增长22% 2022年Q4季度增长更达到了27% 无疑是阿里在2022年增长最亮眼的业务 而9个月的经调整 Ebitda为亏损不到一个亿 相比400多亿的营收来说 微乎其微 业务已无限接近盈亏平衡 阿里的最近几份财报 一直在强调菜鸟在国际物流网络的布局 橙色到底如何 拆分之后将更容易被估值 国际数字商业和本地生活 这两个业务板块在2022财年前9个月中 整体表现差不多 同比增长不算快 国际商业8% 本地生活11% 但亏损率大大压缩 拆分之后 这两个业务板块各项经营数据 应该会更加透明化 届时将直面被市场拿来和C级美团做对比 可以说经营挑战更大了 相比之下 国际数字商业更乐观一些 2022年Q4该板块营收195亿 同比增长18% 对集团的总体营收贡献率也接近了云业务 达到8% 大文鱼 作为目前会员收入增长 主要靠和淘宝88会员绑定的大文鱼 在拆分之后 如何独立生存 恐怕更多要看阿里如何定义拆分 本人认为阿里是中国为二 另一个是华为 在持续探索大型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调整和治理方法 并输出方法论的 所以 对于中国商业来说 无论如何这样的变革样板都是积极的 并且目前市场给予的反馈也是正面的 说个题外梗 看到阿里拆分六大业务 要单独融资上市时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加之近年来 阿里电商营收中 自营部分占比越来越高 而京东的非自营部分占比越来越高 不仅要感叹一句 人呐 终究是要活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这已不是阿里巴巴 今年首次生于超买线 年初时 其相对强弱指数 1月4日开始发出卖出信号 而且当月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70以上 之后该股出现回落 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个拆分业务的上市 阿里旗下菜鸟传年底赴港上市 知情人士称 阿里巴巴旗下物流子公司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已开始与银行合作 准备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 有望成阿里六大业务集团中率先上市的业务 知情人士称 中金公司和花旗集团等银行 正在与公司合作准备IPO 其中一位也因消息未公开 而不愿具名的人士称 公司准备最快今年年底上市 知情人士称 菜鸟当前估值 超过200亿美元 约881令吉 知情人士表示 菜鸟尚未确定IPO规模 时间表仍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而调整 菜鸟的一位代表表示 该公司没有明确的IPO计划和时间表 花旗集团的一位代表不予置评 中金公司的一位代表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阿里巴巴本周公布了组织变革计划 在阿里巴巴集团之下 将设立电子商务 媒体 云等六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 具备条件的可独立融资上市 阿里巴巴总执行长张勇 周四在电话会议上称 将考虑逐步放弃对部分主营业务的控制权 但未透露任何IPO的时间表 根据菜鸟网站 公司致力于实现阿里巴巴集团在物流方面的愿景 全国24小时必达 全球72小时必达 截至去年年底 菜鸟海外分检中心增至15个 根据上月声明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 抵消垮分布交易后 菜鸟外部收入同比增长27% 达到166亿元人民币约110.7亿令吉 增长得益于消费者物流服务和国际物流履约方案升级 外边的评论已经了解到查不到了 我们来看看阿里巴巴内部老员工 对于一分六加安的八大感受吧 老阿里说说阿里集团分价为一加六加安的八个感受 作为从2017年就在阿里工作的我也算是老阿里了 有一丢丢资格说说分家的八个感受 第一阿里集团分家 蚂蚁集团调整和马云回国没有关系 准确说是给张勇站台 网上有人爱用这种标题挡博眼球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种层面的调整 一定是酝酿很多年 很早就会和马云探讨 一切都是之前行为的延续 第二这次操作给其他互联网公司打了个样 尤其是集团型的 这次调整也已经不是放权或者分权的概念了 而是明确说各业务集团有条件的可以独立融资和IPO 组织调整后阿里很可能成为联想控股那样的投资运营公司 第三本次分家打破了大锅饭 对90后员工来讲是好事 此前阿里老员工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 瓜分了大部分蛋糕 对新员工吸引有效 这也是很多大公司面临的问题 阿里这两三年股价掉的厉害 一些人的收入属于入职集缩水 现在如果能独立融资上市 全员也能获得丰厚的资本回报 第四阿里这次调整和反垄断关系不大 最核心的原因来自业务本身遇到的挑战和压力 过去几十个月 阿里巴巴的各项业务都陷入增长瓶颈 甚至是富倍受敌 第五整齐划一的企业文化和组织体系 已不适用阿里当前的庞大业务 这一点早在三年前就愈加明显 随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以前的文化在内部早已经遭受多次挑战 包括361的绩效考核 百亚培训等 第六技术中台的决策将被弱化 甚至会进入历史舞台 中台原本属于CTO线 但近几年 相当一部分中台已进入业务线 原本CTO线下的中台已经弱化 各业务形成了闭环 此次调整后 中台会进一步分家进入各业务线 多个业务集团和公司 所必须的共享中后台服务 将通过专业服务公司的模式提供 第七随着各自都是独立结算的闭环单元后 兄弟间的业务交易将市场化 比如之前环路公司改制 一些公司就因为物业租金贵 而搬出了阿里原居物业 未来各业务自负盈亏 如果不改善性价比 也许会有更多子业务搬离 而如果中台所提供的服务 不具备竞争力 此公司也有权选择市场上 其他第三方公司进行合作 第八会有新的挑战 在大集团时代 新的场景需要技术验证 能在内部相对自如的 拉通资源做验证 现在独立运营后 这种资源打通能力可能会衰减 人家有这个场景 可能也不一定会给到兄弟公司 组织架构的重大调整 也将带来降本增效 瘦身的变化 读完以上所有内容以后 你觉得阿里巴巴会王者归来吗 马云会重回中国首富宝座吗 Boba的股价会回到130美元吗 欢迎留言评论 共同学习和进步 这里是谷歌财经 订阅频道 无限好料